讓我看看新東西 對呀冠軍皮膚選的是黎青 大招傷害比較高可能更依賴大家對於大招的控制 對於大招的理解 我的大招一般來講放的都比較好 你可以多學習一下這方面 其他的艾克沒什麼難度 主要是這個大招 合中我應該自己可以 這皇子有點瘋啊 這和蟹不屬於 演的話大家兩個人收拾都有錢的 只要你開的場面別人拿眼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皇子現在打起的位置只能在下面 我那個W已經預判皇子閃現了 如果他在這裡隔牆閃我就剛好踩我運 那個W的理解大家也要懂了 你們可能好奇我W怎麼那麼放 因為皇子的位置只有從這裡閃過牆才能活 我們被辦了兄弟不要殺瓶不要殺瓶 我問基本那個啥不來 不過沒有人頭兩個助攻 我好過幾天要和 要和他們做活動了 嗯 和那誰先不說吧 我怕不能透露了 到時候你們可以看我們一起玩 我跟龍二天是朋友啊大家不要在節奏 打發沒開始了 沒那個什麼 沒放一個 可以 這到底是我W放的好還是他暈的好 我很好奇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他奇怪嗎怎麼殺了 你說他不奇怪嗎怎麼這樣玩 奇怪 透露一下抖音的抖音的抖音的 先抖音的主播玩 成我玩的好了 好吧 他說是我玩的好 原來是我W放的好 對 我們裝備 水面度看的不低 欸怎麼沒救那個兵啊 我還說他看著水面度不低 不過你7C也跑不了 也不動 看著看著樣子也跑不了 我現在打野之前太少了 那客戶不少 不是复原会是大大我只能用大来给你们形容 你知道什么叫大吗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问可不可以透露不是大聪明是大主播 什么大聪明来了 还有一位端游的大主播 端游曾经的端游大主播转型到手游的那个 你们可以猜一下 如果没没出意外的话 应该和他们一起玩 是完中单的吗 你们猜吧 没成绩不要了 卧槽你不要骂人了家人等会直播间搞没喽 赶紧把卖关了 你们好像已经猜到了 大呀 首先那个主播很大 其实有一个是断游 有一个是曾经断游的 认识的朋友应该都猜出来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透露啊 所以我 我就不说了 大招给他逞了 大招当成就用得了 很大 只能说是抖音的头部吧 抖音头部 在抖音 很大 也不是 因为这不能 不能太嚣张了 不能说的太嚣张了 但是我不能说了 到时候我 我到时候确定一下 我去确定一下 能不能说的话 我再告诉你 把 基本上赢了 基本已经赢了 聊到天就赢了 基本上 埃克的版本的话 看起来比上版本好 形成一个夹角了 看到没 我的大招跟我的站位形成一个 改剑 他这点燃太无耻了 没办法 比上版本好 强不强 还要 还不好说 但是比上版本好 怎么说比上个版本舒服多一点 舒服一点 不知道你先说 客气吗 没办法 为了杀这个人 没搞我搞死了 还行 我不打招的话 这个人死会了 但是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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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这兄弟好像是开始W过来的 我以为巨型要重现了 赶紧放个W站 现在T0有谁 盲森的话 目前我个人觉得 还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的话 还有什么比较好用的 还有永恩 卓温还是上版本的东西建模打野也可以 上版本的那些东西还可以 然后沙米拉是一个新 新秀吧 怎么说 沙米拉这个新打野的话也挺厉害的 我个人感觉啊 但你们如果真的 玩不来的话就不要玩了 我现在玩了两盘沙米拉都赢了 都都塞了好像 我现在是塞了 但不建议你们没有苏联助人吧 别刺别刺 大副我刺 饿了 这波有点装了 我想后续把这波打回来 但这波有点难打回来 这波大刀大五个可以打回来 我这时候先锋不动用了 深入了 有点 因为我它们用来 这波多的 有点 我看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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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人去破盾了咱们 我看破盾中伤好像都没人出了 破盾中伤 对啊,萨米拉打野也挺强的啊 只要萨米拉玩得好的话就很强 很搞啊他们现在 太浪了他们都会 我还有点不敢他们打大龙 我杀这个人的话大龙万一着重了就不好了 我还有一点不敢他们打大龙 我杀这个人的话大龙万一着重了就不好了 然后上升大龙万一出 另外还是大龙%分个 Member 阿龙呐 这人不死的话得到龙 沙梅拉确实需要看阵容 如果对面很肉又或者说控制很多 沙梅拉就不是很好用